海绵宝宝到底有多少个洞 我很好奇 我刷完海绵宝宝直接找了一堆没穿衣服的画面 以避免衣服挡住了洞洞数不到 好家伙 上下组也有这四个面的洞都非常稳定 每个面都是五个洞 正面洞的数量大碰碰画面有12个 再加上两个眼睛一个嘴巴 鼻子看起来不像是有这样的大洞 背面的大洞洞有14个 全部加起来49个洞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啊至于上穿天天你全往最细就不说了 杂哥还越来越短呢 其实仔细看就会发现 还有很多的小洞都没有画出来 我尝试过用海绵宝宝身体发烧的东西来数洞洞的数量 比如洞洞冒烟 洞洞音乐 但这些场景洞洞都画的太少了 就算派大新用不塞塞满海绵宝宝的全身 也都塞的是大洞洞 直到我看到了洞洞喷油漆 油漆这种流体应该是能从小洞洞喷出来吧 一次喷了35滴油漆 一次喷了47滴油漆 问题是这些油漆都是从海绵宝宝正面的洞喷出来的 而且还连续喷了好几波 所以对技术也毫无意义 156级海绵宝宝喷色幸运饼干 一共41个饼干 问题是这只能说明比饼干大的洞有41个 而且还只是衣服以上的部分 说到这里我以为这期视频就要流产了 直到我偶然看到了上岸的海绵宝宝 这不就是块海绵吗 虽然有得及看起来就像洗碗的海绵 海绵宝宝里面的海底角色都是海洋生物 猜测它应该是天然的动物海绵 于是我就去搞了几块天然海绵回来 海绵宝宝应该不是这种洞洞粗大的海绵 于是我把细海绵切开来 放在玻璃板下面观察切面 既然海绵既有大洞洞又有小洞洞 这和动漫里面的设计也十分符合 避开三个大洞洞 选择2.6厘米×2.6厘米的长方形范围 描出每一个小洞洞的边缘 数出来有236个小洞洞 单位面积的小洞洞数量就为34.78个 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只要知道海绵宝宝大洞以外的表面积 就能算出小洞的数量了 海绵宝宝的驾照上面有身高数据 身高0-04 按照美国驾照的写法应该是01尺4英寸 4英寸就为10.16厘米 巧蓝也一样 根据身高算出海绵宝宝的各边长 整体的表面积为141.90平方厘米 正面的衣服上方有7个洞 平均每个大洞1786.43像素 结合整体面积和像素点的关系 平均每个大洞0.24平方厘米 全身这样的大洞有46个 因此所有大洞的面积为11.16平方厘米 这结合刚才算出了单位面积小洞的数量 可以知道小洞洞一共有4548个 再加上46个大洞洞 还有两个眼睛和一个嘴巴 海绵宝宝身上的所有洞为4597个 这就是本期视频最后的结论了 你们都猜对了吗 今天我们算出了海绵宝宝到底有多少个洞 结论是大洞洞加小洞洞一共4597个 这是一个喜欢研究奇奇怪怪东西的up组 关注这个up组 下期我们就来计算海绵宝宝的家有多大 要不顶上去 让网友们的看看